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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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已经快一年了 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 最高法院愿意用开庭的方式来审理 再来调查我们整件案件的相关的争议 厘清相关的争点 并且尝试做出比较统一一致的法律上面的见解 让下级省的法院可以做一些依询 避免裁判上面的不一致也会让我们族人非常非常的无所适从 那非常上述这样一个程序事实上是不经言词辩论的 那但是它可以准用那个行政所用法可以做一个调查的程序 所以最高法院现在罕见的用开庭的方式来审理 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谢 法院愿意倾听我们部落族人以及我们律师团以及的声音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检察总长 严大和颜总长以及法务部这边也是同样的申请一个开庭的一个程序来调查 在媒体报章看到一则报导 报导说这个文官部是因为要自己食用来去内学 结果主流社会的人做一个评论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买肉 可以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主流社会跟原住民一直互相了解的程序还是很有限 原住民一直在追求传统 国家也说要维护原住民的传统 但是原住民对于传统迈入传统却是遥遥不可及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案子 让这个请这个最高法院明确的 诚惜原住民的传统真正的含义 让原住民真正的回归到自己的传统 因为族人是真实在用他们的生命来传承整个文化 但我们的法院的法官 他是看白纸黑字来解释文化 我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也带了我们自己很尊重的族人的一个照片 我们现在法院的最高法 我们现在法院实务上要求族人的使用的猎枪 事实上是不安全的猎枪 这位族人他拿的是我们现在警政署许可的猎枪 但是他今年11月17号就因为走火死亡 那这位族人也是我们的不能族人 不能族人在所有的枪炮跟野动的案件里面受害是最多的 几乎将近四成都是不能族人 也就是说不能族人是用他的文化 他的生命 他的身体自由在实现他们的狩猎文化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非常的严重 那这位族人他事实上他是穿山甲的保育员 我们非常痛心 因为他接下来还有一个discover的纪录片拍摄到一半 那我们一直不断地在持续像这样的用身体生命在传承文化的族人 所以我们希望司法可以能够朝向保障原住民无化的方式来解释法律 而不是一直把原住民的猎人当作犯人 比较可以诉求是希望说最高法院可以判决无罪 而这个理由当然是后续我们可以作为下级法院来征询 那目前今年至少在保七抓原住民猎人的部分 至少就已经26个人在等待审判起诉或审判中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的争议还没有厘清之前 看能不能尽量可以停止审判 以免就是不同的法院做不同的认定 事实上对部落族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困扰的 如果猎人是一种人类一种目的性的一种追求的一种形式的话 那么王光路 潘志强是原住民传统的类人 我作为原住民的律师 我是现代的类人 我们将这个一同携手走进这个最高法院 替原住民争取自己的尊严 希望能够因此建立国家跟原住民这个正确 而且是和谐的这个关系 过去的法院都以野生动物保育法 没有修正的法来去判决我们有罪 这个事实上是国家的怠惰 因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条的第一项明文规定 野生动物保育法必须在三年内完成修正 但是已经超过11年都没有修正 因此我们在原住民的立委 在上一届七年也完成修正的增加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条的第二项 也就是说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来不及修正 或是还没有办法修正的时候 可以透过解释 就是可以透过中央人民会跟农委会来解释 来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条 可以用非盈利自用的方式来内补野生动物 但是经过一年多了 这个解释也还没有出来 所以这根本就是国家的怠惰 因此我们呼吁最高法院的法官 要了解是国家政府的带动 让我们原住民族的猎人 产生这样的一个被误以为违法 事实上我们是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 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我们光路跟潘志强所牵涉的这个案件 不只是这个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而已 还有野动法的这个规定 它牵涉到原住民族传统的这个狩猎权 建构一个狩猎权 它必须是有这个内居的权利 内物的权利 内区的权利 还有人的权利 那么现在以前的司法 一直把原住民的这个枪械 把它局限在这个西班牙 荷兰时代的那种鸟枪 这种是非常不安全的 这个否定了原住民在这个国家 或者是国际法潮流 所谓这个回复原住民权利的一个潮流 各地的地检 然后各地的警察局 我们还有很多的相关的案件 都还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在这边是呼吁说 救援民狩猎射犯 野动跟枪炮刑事案件 在最高法院今天能够 离经争议之前 呼吁各地检署跟地院 能够停止侦察及审判 那第二点是 我们就是也是呼吁 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上 除了调查程序之外 在解释法令的方面 应该要充分尊重原住民族文化 并且要尽力的还猎人清白 那第三点就是刚刚江宇讲到的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 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受到全台湾的关注 那这个案子的判决 未来会成为很重要的判例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被 更大程度的公开审理 就是可以通过公共媒体来转播 或是其他的方式 希望法院能够去尽力的 解决这个问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